这段时间呢,有些种植物看上我这个大棚了 也想见到这样的一个大棚,想了解一下这个大棚的一个优缺点 这个大棚呢,实际上它这个名字呢叫春秋温室大棚 是这两年一个比较一个新式的一个大棚 首先我们说个跨度啊,这个跨度呢,这个我带的这个位置为中心的话 一比较是十一米,跨度是二十二米 这个长度呢,这个地理条件呢,这个长度是一百米 那就说这个大棚呢,总共是两千二百平方的一个面积,种植面积 这个大棚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呢?一个是土地的利用率高了 它不像土墙,你好比说一亩五分地的一个土墙温室的面积 你实际上你要占地的多少呢?至少在五米 但是这种大棚事呢,加棉被事呢,这个占地面积呢,你两千二百平方 实际上你损失的就是外面,两个棚之间,也就是有五米的这样的一个局定 有损失这么多,所以占地面积,土地利用率比较高了 第二个呢,这种棚在种的时候,没办法就是做越东西棚的 这种是做早春春提前,另外一个呢,秋岩,秋岩后 相对于就是我们常用的那种拱棚的话,它就是多了一个棉被 另外呢,它是高度,高度,这个高度是六米五 高度提升以后,它的好处也很多的,好比说,我们那个工作的时候,你可以用大型的机械在里面 第二个呢,特别是你做这个早春春的时候,到四月份五月份,温度比较高了 那么,你这个温度呢,在上面,下面还是比较凉的 两个间呢,高了以后呢,你这个空气对游就比较好,离雨降温 秋岩这一块呢,你可以上二门,因为这个有这么大的空间 你上二门的情况下,不像我们那种常规的过棚 你上二门后,人可能再弯着腰进去 所以,这种大棚呢,是目前比较新型的一个实用性大棚 但是,造价呢,也不低,这个大棚的造价好像在三十来万 基本上,一平方也喝到一六百块钱吧 这样的一个造价成本